大家好,又來到新一集的新暖男日記 我是你的下馬 大理 我是小莉 我是現場觀眾三千 我是姓李的 我叫Dr.Dil 你不合音,你要發方正點 是,我們再讀一次 D.D.Y.O.U. 兩瓶牙 擺好,利瓶 然後用攝平音 來讀出來 現場在聽的 OK,1,2,3 Dil 我姓李的,OK 這樣好 好,我說個Hello之後 金仔你也有個盒子 你快點把盒子拿出來 我們不再找Veella 我們找另一個 有了觀眾 哇,好多 好了 今天我們說的是 男人和男人眼中原料 比較的是什麼呢? 是性器官的大小? 粗幼長短? 床上的持久時間? 男人最痛的是什麼呢? 男人最爽的是什麼呢? 好,今天又將時間交給D.D.D.Y.O.U. 好,謝謝各位 其實我也說的 上集我們說到 男人有很多事情 即是說 由中學開始 已經有很多事情比較 Compare 由你的成績 學業成績 運動的成績 接著到大學 然後你畢業 你的工作 你的千姓 你的物業 甚至乎你太太的美貌 你的幾個子女 有什麼車 有什麼bill 有什麼呢? 其實以後都會比較 比較 那去到最基本 即是我們回到最基本 那會不會說 這些新外物 OK 不計以外的時候 會不會去比較呢?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男人 都會說 嘿 呃 怎麼都好 我都希望有個很厲害的弟弟 那麼厲害的弟弟 那當然是說 又大 又粗 又長 那很多不同的笑話 例如 希望長到肚子的洞 那裏 小弟弟是說 蛇蛇的嗎? 不是 小的叫蛇蛇 大條的呢 我們就是 叫做 這個 不同的不同的名字 小的我們叫蛇蛇 或者我們有個很壞 因為你說小的 我就想起 我不是 不是不是 為什麼你這麼偉大的 哈哈 小的我們叫蛇蛇 有些很壞的叫蛇蛇 這樣 OK 大一點的話 我們當然是 我們當然是 畫一支棍啊 那個滾東西啊 這樣 那也有不同的說 有些人會說的 有些人會說的名字 又叫蛮蛇 又叫笨拆的 但是又不同的 那 按照黃瞻 那個味道不聞者裡面 什麼叫蛮蛇呢 就是 呃 應該 金姐記得 他兩個字 應該 應該是 扯旗的 就不是馬上扯 是 例如幾個美女會扯旗 但是又不是馬上扯 走完之後才會來性反應的 那這個就是什麼呢 這個就叫笨拆 慢了 對嗎 都會這樣的嗎 會的 有些 都走了 不是 衝血就衝血的 那什麼叫蛮蛇呢 蛮蛇的意思就是說 這條女都不是那麼漂亮 你不應該勾硬的 你竟然是硬了 那這個 當然 就是這個 暗狗 對 不是那麼夠吸引力的 你是不應該要勾起的 但是你都硬了 那這個是不是一個 很暗 就是 很暗的狗 對不對 暗狗 那 民窄的就是 應該要硬的時候 就走了 完事了 之後 才來硬 那就叫做 暗狗和笨拆 好好的時候 男人說的暗狗和笨拆 基本上 就加了個字 暗狗笨拆 加個酷 那酷 那酷的什麼意思呢 其實就是說 這個人既暗狗有笨拆 那就死了 什麼意思叫做 既暗狗有笨拆 應該要硬的時候 不硬 不交叉硬 不應該硬的時候 就硬鬼了 那就很大件事了 那兩個酷 一起我們叫做 暗狗笨拆 加個酷 那好了 我們又回來了 就是 果然呢 讀書是有好處的 讀得書多 是什麼差都解倒的 果然好東西 呃 有些這樣的東西 那 如果你說 我很少拆開了 我記得 一年前 一年前 我就去了一個 中文大學裡面 一個 中文學術研究的 Press Conference 因為當時我有個朋友 他是榮星博士 然後呢 就有一個 我不講名字了 有個姓鄭的教授 他有講很多理語 即是他有講很多理語 例如是 講廣東話的由來 那 譬如 他說任何廣東話的由來 都是有很多解釋的 而這個人 本身他有 他有 學過 香港的理語 例如是 圍頭話 客家話 那些這樣的東西 這個 差了一點點說 那 然後我就問他 我就說 喂 我們台灣呢 你知道我喜歡問的 問得很差的問題 我就說 台灣呢 就叫做打手槍 OK 打手槍 接著呢 就是 英文那些就很形象化 Ranking Ranking Ranking是指一個 W-A-N-K-I-N-G 其實一個動作就是 上下拉動我們 的Ranking OK 然後 然後 廣東話 就有很多不同的話 例如說 打飛機 又或者 就是 難聽一點點 都會 但我覺得發音很正確 又叫什麼呢 光濕的濕 跟著就是 聖器官 叫濕溝 但曾幾何時呢 那些人呢 就叫這個 這樣的動作 叫濕溝 就是說 他做些什麼 濕溝 濕溝意思就是 自我滿足 就是打飛機 但是呢 慢慢的 這個濕溝 就變成一個名詞 或者一個 原本的動詞來的嘛 就是 You are ranking 你是上下拉動 但是 濕溝呢 就會變成一個名詞 你做什麼呢 做一些濕溝的事情 為什麼會這樣解釋 其實他真的叫濕溝的事情 我猜應該是 記不利己 又不億人的 笨笨的事情 那就叫濕溝的事情 跟著 有很多不同的說話 好像聽過 好像沒聽過 這樣 又變成一個 形容詞 名詞 然後呢 因為 斯文的版本就是濕溝的事情 是不是 OK 結果怎樣呢 結果呢 我就去刁蘭的教授 我就說 其實圍頭話 就叫這個叫什麼呢 就是叫做 龍嶺 龍是什麼呢 換龍的龍 那個嶺就是 顧名思義 男人的性器官 我就問那個教授 我就說 其實你知不知道圍頭話 龍嶺呢 是為什麼的 真的有這句話 有這個字叫做龍嶺 我聽過龍啞 龍張 龍兒為樂 他有說龍嶺 那個教授呢 教授就是教授 那他都說 他就說什麼 龍就是換龍的龍 對不對 那什麼叫 什麼叫嶺呢 什麼叫嶺呢 他就說 小條的叫嶺 大條了 大條叫嶺 所以呢 我們不會弄嶺 我們叫做龍嶺 因為一定是已經青春期 所以才可以玩到的嘛 那就叫做龍嶺 那我就說 那如果我玩你這條交叉呢 那就是怎麼樣 就叫做 然後他就說 就是我龍嶺你 我說 蛤 這樣的字嗎 那如果你玩我呢 他說 你龍嶺我 我說 這個很 嘻嘻的感覺 是啊 沒錯 然後他就 然後他說 他問我 他說 那有沒有一些文雅一點的字呢 我就說有 英文很好的 就叫Mutual Mutual Mutual就是相互的 例如大家有利益的 Mutual Benefit 就是 做這個就叫雙贏 我們叫Win Win Game 英文很 一個Campage的英文就叫Mutual Benefit 是不是 那好了 兩個男性做這個行為叫什麼呢 Mutual Masturbation 相互 咦 對呀 文法上是對的 沒錯 這樣 好了 然後我給他一個難題 好了 我每天繞了一個圈 回來了 那說什麼呢 剛才我們說男人的故事比較 我們先不要去那麼遠 有個很好笑的 就是 我教過很多不同的學生 有一些都是十八九歲的那些 他會叫我做阿sir阿sir 因為我都不要說Doctor前Doctor後 那我試過就是有個個案 似乎跟同學說回來 都會會心微笑的 那他怎樣呢 他就說了 他就說阿sir 我呢 就跟我弟弟的房間 但我弟弟就很帥 中三 讀中三 就已經是帶女生回來了 那我說那怎樣呢 哇 中三帶女生回來了 是 沒錯 他說帶女生回來的時候 那他呢 就是 由於呢 他們呢 就是 他和他弟弟就在一間房間 就是錄架床 那他弟弟就是睡上格床 那他有睡下格床的 他是哥哥 他是哥哥來的 那很自然就是 他弟弟帶了一個女生回來 就會鎖門 就把他踢在一個廳裡了 就是入室 他弟弟帶了一個女生回來 是的 他就會鎖門 那他就唯有在一個廳裡 就是 愚愚愚 OK 那麼愚愚愚這樣 在那 那他跟我說 他說呢 有一次他就聽到呢 透過門 聽到搖房聲 那我問你怎樣做呢 他就敲門 他就說 他就說 不要在上格床鎖 啊 張床會爛的 你去鎖的話 你在我下格床鎖就好了 那我說 是的 為了保住你這張床的睡覺 你當然在下格床鎖 上格床鎖 會很容易爛的 是不是 然後他就說 那就是 我到現在我都未拍拖 接著說得下山 他就說 我現在都是打飛機 濕溝 我個弟弟 竟然帶個女生回來 還要暗床 我覺得我好沒用的 這樣說法 我說 言下之意你想怎樣呢 其實已經開始比較到了 什麼意思呢 男生 不要說什麼 其實 其實 長大了 說錢 社會地位 社會地位 其實 根本上 十幾歲已經會比較了 然後呢 我以為這個問題 就是 比較 少見 但後來 當我教 一些學生 我有小班教學 有時是十九個全藍班 講到這裏的時候 個個竟然就說 是呀 我的弟弟 或者我哥 都是這樣 我兩個人一間房 然後找女兒回來 踢了我家裡睡廳 那些這樣的事情 我的女兒很不順 爸爸媽媽在那裡 他們也很聰明 譬如是 在下午那段時間 在上班的時候 就是這樣 又或者 爸爸媽媽都會去旅行的 可能過澳門 或者受溫泉兩天 他們就會說 你把爸爸媽媽的房間 把他踢走了 我就說 應該怎樣做 我想一想 我就說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我說 不如這樣呢 我來做一件事 我說我叫做什麼呢 虎底抽身 又或者叫什麼呢 又或者我叫破虎尋舟 畫完這件事的話 你應該是最後的了 他說 說來聽一下 我說好了 我說很簡單而已 我說呢 你知不知道你弟弟下面 你弟弟的性器官 有多長 他說不知道 我沒見過 很簡單而已 正所謂 知己知彼 就是百戰百勝 我說呢 你可以是哄他 例如是 大家一起去匯所 焗桑拿 你可以看到他 又或者 說自己背部扭到 什麼都好 總之就哄他去浴室 洗澡 之後 其實 之後可能洗澡期間 或者是這個 焗桑拿期間 你當然是說一些 色情形 這件事 盡量令到你的親生弟弟 不是自己跟生那件 就是你的親生弟弟 撥起 你就會看到他多長 大概都七八八九九 就知道他有多長 就像兄弟那樣 大家差不多 有可能會有一點點不同 因為兄弟 有些哥哥特別高 弟弟很矮 有些弟弟很矮 哥哥特別 就是 弟弟很高 哥哥很矮 他說那怎麼辦 我就說 如果你看到他 是 不夠你長的話 即使撥起都不夠你長的話 我就說 那你就贏了 為什麼呢 我就說 很簡單的 有些什麼事 弟弟拿學科獎 一句 我給你長 好了 接著那個弟弟 可能爸爸媽媽說 你看看弟弟 那個女生多漂亮 我給你長 接著 可能 入大學 弟弟入了香港大學 他入了城市大學 我給你長 我給你長 無論任何情況 都說一句 我給你長 大了嗎 好阿Q 這個不是阿Q 阿Q 是不存在的 阿Q精神 就是用回 老實所說的阿Q 就是我兒子給你長 這個就是阿Q 這個不存在 但是 我給你長 這個是大家比較過之下 這個是事實 我給你長 那如果說什麼都好 我說呢 你親生弟弟 或者你親生的阿Q 總之被你長 你要把他 有閒無事 要把他挫折 怎樣挫折呢 把他的銳氣 奧氣 要挫折 可能在你的 哥哥或者弟弟 最微飛色舞的時候 你會說一句 我比你長 你有多厲害 這句 這個是事實 事實的時候 馬上就會 我會好像穿針 中膽 是喔 這樣 於是乎 整班男同學就押頭 是喔 是喔 如果最低限度 我下面 我自己的弟弟 且奇 都比起我哥哥 或者比我的弟弟 親吵哥 都長的話 那我就會贏了 而且這個是事實 我不會縮水 那我就會贏了 那我也有一點尊嚴 而且這個是很致命 贏了就贏了 是不是 那 然後我就說 那這個是虎底抽身 和抱好尋舟的 如果發覺到 他說 阿Sir 那如果燒了 我簡單一點 如果他一脫褲 都比你長 他說 是啊 我連這個也都燒了 那我怎麼辦 我很簡單 你去敲門找你爸爸 他說 為什麼又關你爸爸的 你就問他 到底你生我的時候 覺得俗一點 你是不是互亂射精的 為什麼 為什麼 把最好的東西 給了 給了哥哥或者弟弟 為什麼我這麼差 然後我說 你就冤有頭 債有主 你就找你爸爸算帳 最簡單這件事 然後他說下一句 我說 如果你爸爸有錢 你再說 由於你敢敢敢 對我這麼不公平 以後你走了 你的遺產 補償我這個心靈上的損失 你都要分多問給我 為什麼 因為弟弟或者哥 給我長 就是這樣 我覺得 聖誕節 你知道我們相聚 就久不久搞派對 是 那麼 今年第一次 六月一 然後剛剛過了 就是這個 中秋 然後聖誕節 應該下一局 我覺得 阿Doctor 你呢 就可以自己弄個動篤笑 就叫做 王過王子華 哈哈哈哈 王是指鹹色是不是 就是 Morning不力 那你沒有人說的鹹字 黃過王子華 這麼不笑 這盤的顏色 OK 這個黃色都 那這個其實 很多十顆 我覺得這個是 虎底秋生 你到最後 你當然說什麼都好 我相信阿哥是多型樣 關係的嗎 是的 第一個又進補 又等等 你很大的那些是弟弟的 是啊 哈哈 看你如果穿得密的話 第二個是不夠 可能 對於 對於 第二個弟弟呢 就是因為 媽媽和 老公 對於做人 已經駕輕就熟 於是乎 第二個產品 應該的產品 是會 是會好些的 通常最小的那些 最高 最漂亮 最白正 運動最厲害的 通常 通常大的那些 都是比較潮 但是那些 又可能是 可能是一個 就是一個 一時的快感 那就是 沒想過結婚 那就懷孕了 你最小的嗎 是 我最小的 那你不是全家最英俊一個嗎 絕對不是 絕對是最醜怪的 那你有沒有跟你哥哥比較一下 不敢比較 因為他給我搶的 我輸了 有了性行為之後 就不會高 如果是年輕人 那他哥哥已經有了 有沒有醫學的 確認他 那弟弟說沒有 那可能他是這樣 表達一把聲 可能他就說 我高過你 如果你這樣說法的話 那些和尚沒有性行為 就高到要仰望他 哈哈哈哈 又是 不成立 阿三千 你回去再做 過課 突然回去醫學 其實 其實有很有趣的 我記得有一個地方 就是 非洲的肯瓦 那怎樣呢 他們是 去測試這個男生 是不是處男 那這個就是 我覺得是很無稽的 就是很無聊 因為為什麼 女生都說有個處女膜 那其實 也都這樣說 處女膜可以重新修補 也都可以扮處女 而男生方面 他是怎樣做呢 非洲肯瓦 那裏呢 因為他說要 做一些奉獻 例如 他有些教會 如果是給一些禮餅 給一些獻餅 那些 就好像一些 伊拉利西西里的國家 那些 如果這個是同男 就會是 拿得多些錢的 但問題是 現在很多男生 都很高大的 沒有試過這種 我們叫做花魂覆雨 不知道 是不是 於是他怎麼做呢 他就說 整群男生都站在那裏 那就是小便 他說 應該來說 他說沒有進行過 性行為的男性 陰莖會沒有那麼大條 沒有那麼粗 那所以呢 他小便會寫得遠一點 真的嗎 欸 非常好 我看完那個報告 即是他 他的pressing pressing pressing 即是說的是 蛤尿 是說長遠 去看他是不是處男 我看完 我當然會笑 因為為什麼 我就 蛤尿 整晚不蛤 蛤尿 蛤尿出來 就是 蛤射狗 蛤射狗米 對不對 蛤射是不是處男 所以這個 不合理 不make sense 這樣說法 有些事情呢 我們女性是難以想像的 是 即是有條病和沒有條病呢 有很多事情是玩不到的 我聽過有個男士說 他都 即是他告訴他 又是博士來過 人家 他說 他說 他們蛤尿 男士蛤尿呢 我說有一個尿兜呢 是為了要那些男士對得正 他這個尿兜裡面呢 是烏鷹的 印花在那裡 然後我說 瘋了算了 有烏鷹你射他做什麼 然後那個男士說 什麼不會啊 如果不是 如果在外面 看到有蟻啊 有烏鷹有什麼 不斷追著他來射 哈哈哈哈 這麼好玩 這些我們女性是想不到的 我們是玩不到的 不能玩 不能玩 整個桶 明白明白明白的 那麼 去到這裏呢 我就 我們又回來 即是我們講男人 即是互相比較 我想我們下個sexual師說 青春期的男性 即是已經在比較著 哥哥啊 弟弟啊 即是都會 由長到高度 已經是比較的了 是 OK 為了要訓練 Dr.Dill 作為一個主持 的focus 的能力呢 我會不斷打岔他的 看他有沒有能力 回到他的主題那裡 哈哈 再講個比較 有有有 我們已經都沒有來提的 是啊 今天很focus 在這個主題那裡 閃閃眼呢 20分鐘呢 就已經過了啦 即是時間飛快 那我們呢 聽著我們在YouTube 聽著Part1的朋友呢 如果想繼續聽著我們的Part2 Part3的話呢 就快點加入我們商場台 成為正式會員啦 那我們是時候說拜拜 好 拜拜 好了 我們來到Part2了 繼續講一下這個男士的比較 沒錯 其實剛才在我央飾期間 那就是 有個現場觀眾呢 可以把你這次的問題描出來 你現場觀眾 是的 由現場觀眾先講 問了 我問到些什麼呢 想問一下呢 割了包皮之後 會比較高些 就是長得高大些 理論是什麼呢 理論是 如果只是拿包著 周囲很小 全新的東西 本來是一起生長 都說先別生長了 不要生長了 等它長大些 一起生長,因為它還沒可以帶著 但一割了之後,它就出來了 又脹又大,然後可以一起帶 然後全身的肌肉 這麼童話的 你連聲音都很童話 很多家長就去割包皮 割了之後就讓它變大一點 會影響發育 這個一定是割包皮的產品 割都會高大一點 我也聽過,因為我弟弟那時候 你也聽過 因為我弟弟那時候,他很大才做這個手術 醫生就說,醫生的解釋 因為他會影響他經常發炎 就會影響他發育 最後就沒辦法 我媽媽就說,沒辦法捉了他 真的很可憐的,用一個小杯子 用一個紙杯吸住 他還要打針,不讓他撥起 就是這樣 然後就是,你那邊都是說 說一些猶太人是因為割了 對,因為猶太人是compulsory 他們一出生就割禮 但是割了之後呢 是嚴重地影響到他日後的性生活 以至到他們是因為長期在床上 還有一個笑話這樣說 猶太人的敵是特別小的 你有沒有聽過這個? 沒有 沒有,猶太人的敵是特別小的 我不知道跟以前的歷史問題 因為一直都要割包皮有沒有關係 幸好我們這個節目是廣東話台 所以沒有什麼猶太人會告我 會告我嗎? OK,先回來 當然有什麼醫學根據 然後就是因為猶太人長期在床上 沒有辦法表達自己 沒有辦法可以 全享受性愛的樂趣 以至到他在這個世界上 是特別貪婪的 將他的貪婪去到 其他對其他國家 對這個領土 軍事 那樣的 如果不割包皮 就沒有問題了 是的 明白了 不如我們先來醫學解釋 首先,其實講了幾件事情 剛才我所講的就是 很多香港或者其他地方 因為我們做醫生要賺錢 會做一些operation 那些我們叫做small operation 什麼叫small operation 譬如割包皮 當年就三萬多 現在我想都是三萬多 四萬元 這麼貴的? 是啊 錢太皮了 差不多 其實在這個定義上是什麼呢? 如果這個BB 在他不撥起的情況之下 我們要用一隻手 拉開他的包皮 是可以露出整個龜頭 出來的話 其實包皮是有彈性的 那就是不需要割的 那包皮的用處 第一就是保護龜頭 第二件事就是說 其實本身 那個龜頭是一個 我們叫做結體組織 它不屬於肌肉 它裡面的組織 跟我們的Lipos 鱉頭 乳頭 女性的大小陰唇 陰鬱裡面的組織 是一樣的 變了來講 它會很敏感 也會充血 OK 所以 它的敏感度 會很高 那包皮就是 第一 保護龜頭 始終男性性行為 你不要每次都會傷到它 第二件事 也是因為 有這個敏感度 令到它性愛上寬喻 也這麼說 很多醫療的地方 如果你問我 如果我要賺錢 需要不需要割 即使我知道 其實在一個 非勃起的情況之下 我用手把小朋友 拉到 露到的龜頭 就不需要割 但你問我呢 我會說 為什麼 第一 我找到你幾百元 第二件事 就是劏你 不是劏我 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 都會 一些我們叫做 不需要的手術 而且 做手術都是破壞性的 因為你要劏刀 要開 好了 有什麼迷思 就是 由於這個男生 割了包皮之後 龜頭外露 龜頭的敏感度 因為 龜頭就會有內褲 或者是 都會將它 和你本身的陰毛 都會將它 磨擦 它會慢慢將它的結體組織 就會將它變得 變得粗 等於 你養 我不知道有沒有朋友 養過貓 養過狗 如果你的貓狗 腳的肉墊 你從來不讓它下街 的話 它是很軟的 很柔軟的 反過來 如果你長期將狗 去跑步 下街跑的話 你的肉墊 會變得很硬正的 馬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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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七吋那麼長 沒錯 所以其實男性的龜頭 如果長期磨擦之後 它會變得很粗造 然後敏感度 就會大降 有些很有趣的 這樣就更好 因為沒有那麼敏感 沒有那麼敏感 是否比較難射精 因為沒有那麼… 比較久一點 頭說過得通嗎 是通的 是通的 因為射上你的敏感度下降 變成你沒有那麼快感 那你就沒有那麼容易 因為太刺激 而引起一個我們叫做早洩 又或者是… 在整個性愛過程中 還沒有太快射精 太快射精 太快射精 那會不會也會令到 他的性脆減少了呢 有些人覺得沒有那麼快感 可能會覺得自己是強項 就是我姓超人 說得白一點 我插很久 我插很久 我插很久都不聽 不是的 說真的 在… 在泰國 在泰國呢 有一些人呢 他是要做… 做表演為生的 例如他做一些 我們叫做fucking show 就是一些… 做一些… 噢 引人 show 真的有一些… 男性 他表演的時候 他要插很久 他會怎樣做呢 他是跑去插沙的 噢… 因為他們是窮鄉僻壤 他們沒有能力… 是去… 就是… 手道拿來 他不懂得怎樣 把自己的敏感度下降 因為他們的表演 可能是… 做一個fucking show 他在說的是… 三十多分鐘 四十多分鐘 都是這樣… 把女生… 硬了 然後把女生… 又倒轉 又轉 不斷拆拆拆拆拆拆 變成這樣 他會怎樣做呢 他們有些是… 吃這行飯 他就會是… 插沙 就令到那個龜頭是磨損 磨損 磨損之後就加厚 磨損又會結招 加厚又再加厚 直到… 沒什麼感覺 所以這個是成立的 變成了你說是… 割了包皮的男性 那個敏感度 是會… 下降的 但是… 是不是下降了就好些呢 是不是耐了就好些呢 這個其實我又覺得就是… 除非你表演 比如fucking show 因為… 他是要收錢在台上 如果不是 我覺得很多時候 男性其實… 不在乎… 你有前戲 Foreplay 有很多要取悅女性的嘛 不一定是… 只是… Penetration 只是那個音的拆入 然後就死做爛做鬼 那你不是挫泥機嘛 你又不是推土機嘛 我叫做… 是puffing 就是… p-l-o-u-n-g-h-i-n-g 就是… 你不是那個動作… 那種… 那種… 你又有很多不同的… 體彙 有很多東西要去注意的嘛 那…… 但是又回來… 有夠這個包皮的感度 那… 另外… 因為沒有了這個包皮 包住呢 當你龜頭發育的時候是會變得粗的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 其實我們有很多男士有很多不同人 不同形容過Jer的 就是賓州或者楊巨 不只是說那個東西那個東西 有些叫蘑菇頭 有些來說大蘑菇 小蘑菇 有些就是大頭 但是下面就很幼 就是說頭大身小 陰莖就是下面很幼的 只有頭很大 有些就是很瘦長 但是頭又很小 我們叫什麼呢 有些都很難聽的說話 但是又很形象化 如果那些男士 他的勃起是很短小晶剛的 你這個好聽點叫做很短小晶剛 我們叫中文 中文叫ungugu 哇這個ungugu 真是炒 因為ungugu就是小兜 英文上有個字 我都很難聽的 如果大氣電波的朋友 你叫什麼Dicky 不好意思 D I C K Y Dickey 是解呢 是解 T I N Y Tidy Penis 就是幼小的爪爪 Dicky的意思就是 為什麼那麼多人叫我 知道Dicky呢 他不知道那個名字 他不知道那個名字是這個意思 我想很多女生都不知道 其實Family Dicky 都是有異谷同工知名 Dicky是解 即是說 欸你 喂你搶了旗的 是啊 咦這麼骨子的 好聽點就當然是 好聽點 好聽點 好聽點就當然是這樣說 你們的珠世不是罪的 但是很可憐 那我們再說 OK Dicky so lovely 就是這樣 我想這集之後 有些男生去廁所 會去刺隔山門 另外就是要改名 不要叫Dicky 對嗎 叫Moby Dick 或者叫Bick Dick 大一點 這樣 但是都要看不太大 不大就不要 不要改了什麼 虛張聲勢 OK 可能叫叫叫叫 越叫越大 那也都這樣說 大氣電波的朋友仔 你就不要練習了 在Africa那裏 有些族人 他那個名字 就叫做Normatic Normatic 真的很原始 我記得那時候 他有一個名字 因為這個名字 我很好印象 所以我現在都不會讀錯 就是叫做 Lalice Lamonede 他好似法文 Lalice Lamonede 是一個族人來的 那他做些什麼呢 他就是那些男生 吊稱堂 吊長的陰境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有些長度 越長那個就越得高望重 那那個村長呢 你找回Youtube 或者是按Google的時候 你按回The Longest Penis 他是有條皮帶 那條不是皮帶來的 那條是一條的陰境 然後是長到前一條腰 打了個裂 這麼誇張 沒錯 沒錯 你打The Longest Longest S to Penis 就會出到這些圖出來的 那他們是做些什麼呢 他們就是說 由個小孩子 青春期開始 他就會幫你拉些重東西 那他拉些什麼 拉些石頭 拉些東西 其實我們這樣說 在心口角度來講 陰境都是一個活組織 如果你透過Sliminus 透過刺激 透過刺激 你將它拉動的話 它會變長的 類不類似那些長頸族 對 對 有酷了 其實看完之後 我就覺得很慘 為什麼 我讀這個 La Ace Monista 這個族人的時候 要是我二十幾歲 因為我二十幾歲 已經 在大學的時候 我已經是 化育已經完成了 如果我十二三四知道的時候 我當然每天都拉成桃 拉大它 拉長它 弄大它 起碼我們所說 腦鏈這麼大 起碼都 去到肚瓷 沒有品牌 薯片桶 都有 這個Lobesco 那麼十一尺 都不錯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們怎麼呆了 想像不到 但是圍著一條腰臀 不是 我意思是說 我怕你動房那晚 就嚇走了 不會 我的意思是說 有時候我們有些是很 就是不想被人叫做 短小晶剛的 就是叫做 Oke Dickey So lovely 好慘的 你沒有被人這樣叫過 是不是 不是 因為我都很骨子 我想是 哈哈哈哈 你不相信 對不對 所以 因為這樣的時候 我就覺得 如果我十幾歲知道的時候 我就去 去 練大它 去拉大它 這樣 想不到 不是 有的 那也拆開一點點說 雖然我沒有拆得太遠 其實 其實 在成人店那裏 有一些叫做 有一些叫做 Panis and Ladra 什麼意思呢 其實是一個真空吸管 它套在陰境那裏 然後你就奔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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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 那裏的小雞雞 將你那個陰境是會拉大 變長的 那臨床實驗來講呢 它有67%呢 是Workable的 但是這樣 只限於18歲或以下的 男性 但是你拉長了它會不會令到它 溝淡了呢 就是說 它本來 本來六吋 短小精寒 六吋都不短 比如說 本來六吋的 很硬正 這樣很厲害 但是現在你變成12吋的話 其實它會不會抬不起 軟來來的 衝不到血 沒有軟來來的 有時候我看 有時候我看 但是 看個小也會嚇到人 不要理會這麼多 總之就是 但是這件事會不會就像麵粉一樣 例如它這樣本來六吋 然後你扯到十二吋 它又幼了 通常沒有的 我想六吋到八吋 是啊 那其實有些 我們說得白一點 我們叫做打軟邊 什麼叫打軟邊呢 你真的認識很多這張 OK 各位聽眾 我再次證明 讀書多是有用的 大家用心去讀書吧 那什麼叫打軟邊呢 那其實你看一些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一些色情的電影 一些Pornographic 那就是 沒有 我們這麼正經 那就是譬如說 譬如是一個 譬如一個女生 她是在做一個被插的動作 那很多時候 看那些閒片 她會有幾個男優 那些男優呢 她就會 希望那個 即那個 即那個動作就是 那個女生 就跟她 用個口 去Aural Drop 那有些來說 她就拿著她那個羊具 就好像 拿著 一支 軟奶奶 的 一個軟奶奶 即是泵泵棒 但就不夠氣 的情況 就不斷發來發去 打個女生的臉 想不到是不是 但我想看過 閒片的 大戲電波的朋友 都會想到 即我們叫做 我看過 但我看不到 她性感的部分 就是打軟邊 其實她很長 但她充血 她不夠血充 那就軟奶奶 我打那個女生的臉 不然是 打你 還是變態 還是什麼 我什麼感覺 其實 她 其實她 其實她想 盡量透過這樣 去充血 但不得奈何 可能要 兩邊磨一下磨一下 一陣子 其實 你這麼喜歡音樂 你就去幫人翻碟 喜歡看電影 你就去做奧斯卡金像 那些什麼什麼 平常 其實你這麼喜歡這個性 我有沒有想過拍AV 看 看 不一定要英俊 第一個 沒可能 這樣說 小弟在 小弟在一些財經雜誌 在一些報紙 我有寫 有寫英評 還有寫財經 沒人知道你是誰 那我不說我的名字 但其實我經常都這樣說 其實我最想寫 是寫 色色故事 還要是 超四級的 寫 很多時候 舉個例子 譬如舉個例子 是 這裡有個 現場觀眾 叫做李先生 那我就 那我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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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第一男主角 設定在李先生 這裏 就好像我少說 那我經常都說 其實我最想說的是 說鹹古 最想寫的是 寫色情電影 或者寫這個色情電影的劇本 不過 到現在 都沒有人找小弟去寫這些 你寫了先 但我覺得我會 是一個以棟篤笑的形式 講一個的鹹古 那你開到台了 開到台了 開到台了 這個 這個 這個應該挺有趣的 花花你另外收費 又回來 又回來 那 其實他做這個 做這件事 是將他拉長 那我講這個 陰境變大戲 那 那 我和一些 家長的爸爸 很熟的 那 有時候講起的時候 你好像和誰都很熟 每個人都很熟 那 然後有一次 那我講起 我就說 網絡裡面有這個東西賣 那樣說法 那其實不貴的 講的都是 幾十塊美金 那 那我發生什麼事呢 好了 兩年前 那我就去 賣了回來 然後因為我那個家長 你試過嗎 是 那我家長就跟我說 喂 那這個可以說 他的名字叫Leo L-E-O 那他就 喂 你過來試一下 師傅我好啊 然後我就過來試 然後我試過一排 然後他就問回我 那其中 那我可以 這個無所謂 那其中有兩個 一個叫Leo 一個叫Kong Sir 就問我了 他就說 欸 李Sir 你買了那個東西之後 效果可以嗎 我說可以 沒有問題 我變大了 他說 是不是真的那麼好啊 我說是呀 因為我腫了 因為他吸住 我吸到我腫了 腫了不要緊 大了也不要緊 可不可以做到先 是好 是痛到做不到 因為他是抽 他是吸住 抽真空 然後你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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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完之後呢 因為真空的情況 因為氣壓的問題 然後就令到 你那個陰莖和龜頭是不正常來沖血 那你跟著那個位置 那他很痛啊 所以不然會腫了 你腫了 你腫了 就跟著就腫了 那又跟著你 趕快拍照 放上Facebook就算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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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打不可以 真的禮回牆 於是乎 跟著之後呢 我就跟家長說 我真的 如果他說是 迫嫁了 是真的迫嫁了 但這個迫嫁了 是因為吸腫了 是啊 我不是說你這個產品 只能夠是趕快拍照之後 就算了 沒錯 你不能夠立即上床 搞事 還有他又 他非常精彩 就是為什麼呢 那個東西是吸住你的陰莖 然後你都要維持一個 撥起的狀態 因為他說你要每天訓練 是被他吸住 撥起的狀態 是五分鐘最少 一般他希望你是十三至十五分鐘 老實 男性你是想一些 不同的色情境 那你就可以撥起的 那第一次我用到 因為我想想想想 就可以硬到 那第二天 又想 第三天又想 到第四天 想些什麼 想不到些什麼 令到我可以是 維持五至十幾分鐘的撥起 因為 人獸 那你套了下去 那個陰莖之後 你泵完那些氣 那你觸碰不到的 你是那個膠 吸住了 那變成 你 你 沒有可能 你說是 你一直用手 去裂他 然後給他一些手動的刺激 他不行 而且他沖了血都痛 不可以吃 不行 可以這樣說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 我試了其實都沒有一個禮拜 然後我正式失敗 然後那個朋友問我 他說 我就說我試過了 我正式失敗 不如這樣 我送給你 你要嘗試 行不行再告訴我 我就這樣跟他說 然後他說 不用了 不用了 果然是博士 非常有科學精神 那你有沒有試過偉哥 作為這個實驗的對象 偉哥不要試 其實 如果你要回頭 為什麼說到男性部隊障礙 都不要緊 OK 其實偉哥是什麼 原先是一個心臟的藥物 其實 他裡面最主要是因為 這個這樣的 也都這樣說 偉哥可以內服和外服 有很多女性 講外用 他會拿了偉哥 撥爛他 然後踩在臉上 真的 為什麼 會吸引一些渣過來 不是 不是 首先就是 他那個 他的副作用 就是說 這個偉哥 我來人體 其實如果你說撥起 那就是有一個海綿體 海綿體 那個陰狼的末端 不是龜頭 是 是 是 開閘 開閘 就是放血 進來 當我們腦內有膠感神經 是 想一些準備要做愛 什麼時候 就會自動 開閘 然後 衝 衝 衝 然後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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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會令到你自然去扯其撥起的 這個就是偉哥 這是 說女士 她不用想衰 想衰 想會快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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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都會硬的了 是啊 但是 講香港為例 香港case入面 其實現在我不知有多少,但以往我在馬英裏也做過幾個案件 有些小朋友十八、九歲、二十幾歲就學人食偉哥 是,有食偉哥的,甚至乎有些朋友被整股為食偉哥去酒吧喝酒 其實很賤的,我希望大電波人聽完就不要做 譬如先說被整股,那時我有一個青年人,他在尋找救助 他說他去完酒吧,他的陰境撥起了多久呢?超過八個小時 那是不是很不正常?他睡覺硬了,他不理會 之後就繼續睡覺,以為自己喝了酒會硬了 然後他說,我自己透過打飛機,射完精,又硬過,沒辦法下來 那他差不多來找我的時候,已經大概有十個小時多些了 那發現什麼呢?因為他被人吃了多少胃哥,他不知道 那其實呢,海綿體不可以過份充血的 因為第一,血液裡面是有氧氣,還有含氧量,還有養份 你的血液下去的陰境的時候,是需要那些血液回上去,去換血的 那如果你的血液,一味就是開閘,衝下去 那很簡單的嘛,你的閘口開得這麼大 衝下去的血,如果你的力是大過回回回回回回回入去 上回去你那個心肺系統的血液的時候 即是說有些血液,有入無出,不能出去 他不能換氧氣,他裡面就會變成了壞血 嘩,那麼大整個啊 那於是乎,那個位置就會壞死 那我們的肉海綿體萎縮,那好了 反過羅少爺,凡是四十幾歲的男士,如果他是吃偉哥的話 他可能以為自己很厲害,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有什麼印度神遊,轟天十二小時,偉哥什麼都好 那一男士就很瘋癲的,他就是什麼呢?三保齊齋的 又吃轟天十二小時,又吃偉哥,又吃偉哥 他就說,嘩,我好厲害,碰那肌子,我心想他萬聖自殺 為什麼呢?因為你是透支你的性能力 第一,第二件事,你的陰莖過份充血的時候,你會壞死 那為什麼壞死呢?他不是整條壞了 譬如當你的陰莖是有,譬如說你又撥起的時候 有十二CM,它是壞呢 即是先歸頭那一段,因為那一段是最遠進去 他會先死一段 然後到你吃完偉哥,好厲害 但是為什麼下次我撥起,不硬的呢? 因為其實有一部分已經壞死了,他不知道 可能我偉哥不夠啊,可能我偉哥是半粒 現在我吃夠一粒 那又再行些,因為他又再開閘了 那到下次的時候,咦,不是啊 為什麼這次的撥起又是軟的呢?那怎麼搞呢? 那我就吃夠兩粒咯,一直這樣加下去 直到怎樣?直到是完全不行 沒辦法再硬 沒辦法再硬,完全不行 就費血功夫了 是啊,海綿體壞死了 有些這樣的,其實我當年每一年來求診都多的 都有二十幾個左右 但是你想一下,肯求診的二十幾個 其實那些人不要拿這些來玩 你不可以暗淺窄,在你走到下位過來弄捕人 有的 會累死人 有這樣的個案子的,但是不多 但是你說我肯來求診的都二十幾個 只是我遇到了 那你沒有遇到,不肯求診的那些加起來就很多了 其實有很多男性,外面有很多 就是根本不知道 中了,就是叫做中年人 他都是用很多偏方的 例如有什麼查白蘭蒂啊 有幾隻雞蛋吃一隻蠔啊 然後又有很多 西班人口蠔的 那其實 全部都是叫做透支你的能力 以及充壞你的海綿體 是啊 那又說回女士 那她為什麼要用偉哥牛爛她呢 因為她會充血 那變了來說,如果你查臉上的時候 你令到你臉上的微絲血管 就會充血 第一,你的臉上會紅潤 第二,新陳代謝加速 那你就可以快點去,你的臉皮膚可以換 我們人的皮膚大概就二十幾天 二十幾天的 大概二十八九天左右 就為之一組腰年去換皮的 那指甲、nail這些位置會再長一點 那如果你不斷出去的時候 那臉皮膚就會換皮,會緊致 行不行啊? 嗯 有沒有科學根據啊? 有的,有的,有的,有的 好,等一下購買 沒有人 哈哈哈 先說副作用 但是,如果你說塗在臉皮膚的副作用是 臉皮膚撥起 不是,不是 你是控制不了血管 因為你是搖爛多少呢? 還有,如果有50mg 25mg 到底你是搖多少mg 你是搖爛多少呢? 塗多少下去呢? 那還有,有時候你的皮膚 那個血管 是否容易接受到呢? 會不會落到其他血管 令到它壞死呢? 我們不知道的嘛 那總之,有些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應該是教壞人節目來的 有教人塗一些偉哥上臉 又塗一些智商那裏 那裏 都塗在拉枝上 忘記了嗎? 有啊,我記得 我記得 我記得 哈哈 那好啦,我們就先回來 那好啦,我們就反駁了這件事 大家不要買這個偉哥塗在臉上 但你沒有回答我們呢 這個割包皮 那是不是真的有真相 是啊,我們先回來 那變成你說 對了,那如果你割了包皮的時候呢 因為它沒有那個 剛才我剛才說的敏感度下降 那也因為沒有那個包皮 其實包皮包住那個龜頭 會有包徑的 那包徑的情況呢 就會令到 那個 第一,像你說的 那個椎椎有些包皮疚 有些尿酸 啊 我們有蛋白鳥 會令它很臭,會發炎 第二件事就是包著那個包徑 當它青春期的時候呢 那個龜頭變不大 因為包得太緊要嘛 是啊 其實不是每個男人都需要做這個包 切包皮 不需要的 只要是小時候 如果是它 不撥起的情況之下 你用手拉下去 是露到那個龜頭呢 已經就是不需要 它割了 我想不明白這件事 小時候呢 那些男生呢 你知道屋邨有很多男生 很多女生的嘛 以前我們這個年代都生得多 那些男生呢 就經常笑其他男生 就是 哎呀他呀割包皮 哎呀他呀三十個長 三十個長 這些話經常聽到的 嗯 但是呢 不割包皮呢 又笑 割包皮又笑到這些人 在發生什麼事 無知咯 他們不知道什麼事咯 那可以背後 就是我們一件事 其實男生和男生 是會比較的 即是會覺得 嘩 你好大哥你好粗 你什麼 我們就會是 即是叫做 外觀上都是 氣勢上已經輸了 嘩 不是吧 你這麼大 即是感覺上都覺得 哎呀自己很無人 這麼詭勢 即是自己這麼骨子 你這麼大一點 我都是收起自己 不要拿出來 是這樣咯 我們兩次沒有這些東西咯 其實給你做什麼呢 即是假設那個女性 你不會 對呀我們不會比較 對呀我們不會比較 女性的妹妹沒有 我們沒有東西給 對呀 對呀 全都給毛遮住了 你不會 而且你也不會說 那個女人的胸很漂亮 那女人的胸很大 不會 即是你在女浴室不會發生這些事 不是鬥過球的嗎 不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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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看反而是女性胸圍 選得漂亮不漂亮 因為很多東西 女浴室呢 就算我以前在尖沙咀 以前好像是California Fitness 我記得 是的 你記得很多美女 很超級美女 都可以內衣褲呢 黃金金 灰暗暗 然後胸圍又很浪費 然後呢 又或者是包不浪費 真的買錯胸圍 戴錯bra 不是很多美女呢 即是她們不在乎 因為看不到 不在乎 因為看不到 但我很喜歡看別人的胸圍內褲 一個很美的胸圍可以幾千元 其實你去到幾千元 真的很貴的 千多元已經很漂亮 所以華哥爾那些其實五六百元也很漂亮 五六百元也很漂亮 但你見到那些女生 你完全穿了衣服和不穿衣服 你那套胸圍內褲就 嘩 但這個完全反映那個內心價值 有些專家說 但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那到她有性行為 那個男生一脫她的巴掌的時候 就是Oh my god 這樣的 會不會只會燈看不到 問你 現在問你 可能她們有dates 可能換一些漂亮的又不頂 不過我聽說 有些台灣的dating 不知道香港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就是 那些男性朋友跟我們說 她說她臨上床那一刻 然後那些女生突然進廁所 整理整理 不是啊 換內衣嗎 不是啊 是胸圍有很多的有剪 哦 然後脫掉了 因為脫掉了胸圍 就白一點 灑掉了 是啊 裝架 就是拔她先這樣 然後再出來再給你解 那原先波濤洶湧的 就變成這個波皮魚鏡這樣 不知道的 那不就是 簡直是 偽裝 喬裝 完全是騙了 是 哦 那是這樣的啦 所以眼見不為實 是啊 哈哈 但反而我們男生 我們男生說 沒有說 拿一條桂瓜 拿一條青瓜 放在庫廊上 有看到 我很大兜 以前唱歌那些 Tom Jones 那些就是裝架狗 哦 還有很多做這些 娛樂圈都會的 他有些穿泳褲那些 拍一些泳褲照 特地就加厚他 你覺得自己大嬌 那個很英俊 那個很英俊 那個是誰 是的 碧咸那個 他們說碧咸那個 牌子的內褲照 是裝架的 據聞 不知道 但他都不小 都不問你 而且他的骨架 不是大隻那些 他不介意 我不介意 他 他裝不裝 但男生又很少 你說弄幾條褲 那些這樣的 就沒有了 很明顯的 我小時候看他 已經看了整支 一條片 但那時 經常聽媽媽媽說 他又有裝架狗 那時小時候 不知道什麼叫裝架狗 又不知道狗 原來是指男人的罪章 那部分 叫做裝架狗 很大個才知道 原來 Tom Jones 裝架狗 原來就是這樣 明白了 學到東西了 那又 我很記得 說到這裏的時候 剛才我們說的 男性 就是由最基本原先 性器官的比較 我覺得很多東西 我有一些 學生 就是 泳隊的 泳隊 你知道 有些 師兄 因為游碟式游得多 他會有 有腹肌 有很大的腹肌 有這個 有這個 身形很漂亮的 而 我那個學生 就是 比較 天生 他個人很小 很小 很小 二嵘 二嵘的意思是 下面有一個 很壯觀 很大條的 工具 即是二 是的 這樣 結果是怎樣 那一次 很好笑 整班泳隊 然後 他說 阿Sir一起去 谷桑那 我說好 那些谷桑那 那些 大師兄 會故意 拿年毛巾 修身材 六球腹肌 很漂亮 那我這裏好 六球腹肌 那些 那這個 這個同學 因為他是很小 也是很偽小 但是下面 天生有一個很巨型的 我叫Jerson 那他贏了 那我怎樣呢 因為那些師兄 就坐在那裏 對著他 在那裏 在那裏 他就扮 在他們面前 跌毛巾 然後 一跌出來 然後 我看著 那些師兄 下巴就 蛤 這樣 這樣 人還是鬼 中國人 香港人 他跌毛巾 這樣 這些 不是女生 那時候的手段 都會的 告訴他 你不要小看我 我沒有你六個腹肌 但是我下面很大 這樣 這樣 那老實 等於我們說 跑車 你的跑車死了火 放在那裏 不開 都叫跑車 對嗎 那 一個男性 在外觀上 如果你看上去 你都紅豆豆 可能他的海綿體 縮了 玩壞了 已經是 我們說是軟邊 或者軟奶奶 打臉都不硬 或者有 昂糕加笨賊的了 但都不要理 再加個圈 對了 我不告訴你 我有多傷害 或者其實我副駕餐 就果然殘喘 的了 但是 起碼嚇得下人 我那時候已經贏了 都看得了 會的 會這樣的 那我呢 這個是physically 男性會這樣給 那到大了 就真的開始會給些什麼呢 衣著以外的東西 財產 身家 然後還有 你有多少架 標 車 便宜的標 然後就有車 然後有幾多個 單位 那這個都是我們 男人 你可以說是很 怎樣說法呢 我們叫做是 很膚淺 因為你說這個 男性來說 come on 這個人是有幾多 咸養 有幾多內咸 咸養 我們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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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 我們不在乎 其實他的學術程度有多高 有這個有那樣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咦 你們這些男人 除了褲子 天雅褲是不是一樣 有 有幾鬼 唇膏 有幾鬼厲害 一樣都是這樣 那反而最多的就是 由 清中期開始 比身體 比 比下體 比腹肌 比空肌 比高度 然後去到 我們這些叫做 visible 就去到其他的 tangible 就是 有幾多車 有幾多樓 有這有那樣 甚至乎 中學和大學 有些人會比 可以混合幾多個女人 就是女朋友 我聽過有個 是 有個鬼仔這樣說 當時我們以前 早期上life dynamics 很多靚老 靚鬼佬 他說 他是男人角度 他說如果一個男人 一對情人走 一男一女 情人 如果那個女人 那個胸是很大的 那個男人就想 不是 即是看那個人就想 他的兒子 一定很大 又或者這個兒子 很有錢 因為這個 他說每個都是這樣想的 都挺對的 譬如 我們走過 見到這個女生 這麼漂亮 然後這個男生 可以做到 他的男朋友 那我都說 哇 這樣的女生 你都追到 你都應該有這麼 有些東西 你也有這麼 一本事 即是 要不就是 追很大 要不就是他很有錢 我猜很多東西 你猜到很多想不到的 都會 譬如舉個例子 是 這個 這個 我們比較想得 低樁一點的 我就是 譬如這個女生 很美女 很美女 但是這個男生 對她很差的 呼喉呼喉 那樣東西 其他人都覺得 哇 為什麼這麼沒禮貌 那樣東西 接著我就說 或者在床上有些東西 你不知道 那些令到這女生 很塌 四心塌地 那條腿很厲害 有這些東西 對嗎 即是我們會覺得很實際 然後說 喂 那這裏 即是 我們很廣實這樣說 或者她很轉彎 對 對 她很轉彎 以前是你這樣說的 或者人家轉 我聽爸爸媽媽那一代這樣說 或者人家轉彎 你不知道呢 或者女生 那裡傷金 你不知道 傷金大家聽過 大家聽過 聽過 你看到兒子追女生 女生很入 然後你都說 喂 搞錯你 你自己沒有條件 追悠感的女生 然後另外一個就說 挑人家下面傷金 你知道嗎 又或者 有一個很厲害的家底 對 其實同樣道理 我們會見到 女生很漂亮 但是男生很平庸 然後呢 甚至乎 可能很大支野 即是對女生態度 又呼呼可可可 又不是那麼好的 接著我們就會猜 肯定床上 那條女生 好塌 好塌 如果不是 都是那句 一口砂糖 一口糞 一口糞 即是你沒有理由 你這裏 即是你這裏 那裏有些東西可以的 要平衡的 要拉回頭的 所以我就是 會是 會是這樣 即是男人想起來 就很直接了 那你講了這個 最後呢 我記得好像這個cover 好像沒有cover到 男人最痛 和男人最爽的 就是你脫了一條褲 你發覺這條蛇 是全世界最大的 或者那個圈裏最大的 就是最爽的 其實男人最痛 我想 就是你那條蛇 更小 那 那 那 你說 就是 就是你剛才 你想不到賺他 然後你很骨子 我想想他 你很大隻 你很半六幅 但是就是 很高 花心米 好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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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呢 其實如果你說說男人重大 在生物學角度 我會覺得是筆舉 現代太監 如果說生物學角度 很多時候 其實現在有年輕化的 我有些 咦咦我們這集還沒講過筆舉 二十幾歲 其實你可能要找一集專門講筆舉 有很多原因的 在我們叫做Important 那 那 有些是二十幾歲已經是Calling for Hell 那有些是真的玩壞了 什麼玩壞了呢 有些是十幾歲 十幾歲開始 他已經 講得逐一點 我每晚都砌女 每晚都很多見 那老實講 世界上有多少性超人 其實不是很多的 你不是天生的 就是你是透支你 那十幾二十歲的時候 你那副工具的青春 你的海綿體 那個的強硬度 那他們二十幾歲就已經殘了 有的 還有他殘之前可能是 煙啊 酒啊 再加上 他們要吹吹自己有多厲害 就會吃很多不同的 所謂二十幾歲都會吃鬼歌的 吃什麼 光天小事 又會塗這個茶果藥 光天小事是一些藥 是嗎 是啊 其實都是差不多的東西 都會令到自己那個分明體 光天小事 偉乾和印度腎油 印度腎油比較普通 印度腎油 我們小學都用來講笑 最基本的 其實他裏面的成分 是一些張露 或者是加一些麻花 其實他會令到 你那個龜頭的敏感度下降 你便沒有那麼容易蛇精 那就久了 是啊 其實這樣 沒有那麼爽的 沒有那麼爽的 純粹是為做而做 有這樣的東西 其實很多東西很無知的 西谷的時候 我們小學呢 那些男生很喜歡 拿這個印度腎油來講笑 其實沒有人知道 印度腎油是什麼的 只是跟性質有關 只知道是壞東西 只知道壞東西 比如有些人在做東西 你做什麼 塗什麼 印度腎油 另一個就是印度腎油 然後就是哈哈 然後那些女生就說 欸好壞 其實沒有人知道 他壞在哪裡 或者他好笑好小在哪裡 其實沒有人知道 總之是拿來講笑 沒錯 所以現在我們呢 是重新學過性教育 哈哈哈哈 好啦 那我們這集時間又夠了 是不是 41分 很快 我們眨眼就又講完了 沒錯 那講到 真是何惠男人最爽的 還有最痛的 都是講心魔角度的 其他事未講的 我們要留下下集分曉了 好了 我們要找一集講一下 這個不舉舉 舉 舉 哈哈哈 OKOK 這一集才是真正的男人之主 OK 好 大家說拜拜 拜拜 拜拜